7月19日 2019中兴之夜杯中国女子围棋甲鸡脸赛第七轮 申班马陕西天元棋远队主场迎战老牌竞旅 上海中环集团队的比赛 在风景如画的大领石门关云上村庄进行 这也是石门关 这个未被破坏的旅游处女地 与国内女子围棋顶级联赛的首次牵手 天开石门走进苍山 大领苍山石门关 即雄 显 旗 秀 幽的自然景观 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人文景观为一体 古老的围棋融入秀美天下 蕴含丰富的大领苍山 势别为这里增添浓墨重彩的义务 赛前举行了简短的开启仪式 我们诗文观观察 现在开赛 开幕事后 比赛正式开始 陕西天然棋院队罗鼠岳三段 直黑对阵上海中环集团队攀阳三段 黑棋借助找劫财之际 对一块白棋发棋猛攻 逐渐掌控了主动拳 经过一番不等价的转换 黑棋一局锁定胜局 陕西天然棋院队先拔头筹 随后 瑞奈威九段充分展现其 深厚功力战胜李赫五段 使得上海中环集团队颁飞一局 双方战成一比一平 关键时刻 陕西天然棋院队 李星宜二段在大优局面下 一招不胜满盘结束 唐义三段与逆级中侥幸取胜 使得上海中环集团队 刻厂惊险过关 并选取三分 与六冠王江苏支援队 并列联赛排行榜第一 陕西天然队本轮失守后 继续排名联赛第五 比赛期间 还进行了当地少尔维棋赛 和具有宜图宁图特色的 五刀表演等活动 使得整个活动内容精彩分长 中国维棋协会原主席王汝南 和人民王管若涵 还为当地其民进行了 深共的大谈讲解 促进了当地维棋活动 更好的发展 秦云鹏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 为您带来的文凭论道栏目 我是王湘云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 2019年华为手机杯 中国男子围棋甲击联赛第十一轮 由中国的韩一周九段 八段直黑 对阵韩国的变相一九段 今天很荣幸 我们请到的讲解嘉宾 是大家非常喜爱的 周和阳老师 周二师好 湘云你好 各位企有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文凭论道 是 这番棋呢 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中韩之战 对对对 变相一其实也是现在 曾经有一度吧 非常受到大家关注的 韩国的新锐棋手 对 应该说 他也是韩国的这个 未来之星啊 当然这个 韩国现在出现了 这个深圳序 应该是比较 应该算是一个天才棋手 所以不太显着他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曾经的 就是韩国 备受瞩目的一个新锐 应该说 今天这两位棋手 都是年轻棋手的代表吧 韩一周呢 当然名气稍微小一点 但也是非常有实力的 对 我觉得他是很典型 就是通过参加联赛 然后成长起来的 新锐棋手 是 因为中国的新锐棋手呢 更多 也厚度更厚 然后 所以说呢 这韩一周呢 虽然他很有实力 但是呢 并不是在为大家所熟悉吧 应该这么说 而且这个北京队其实还有像陈耀燕啊 陀佳西这样子就是世界冠军很多了 对 当然应该说这两个棋手呢 应该我认为还是一盘好胜负 还是要看赛场的临时发挥 好 那么我们就话不多续 我们先给大家来带这盘棋 好的 一起来看棋 这盘棋呢 是韩一周的黑棋 还是第一步是走在这里 应该说这部棋应该选点还是很有意思 一般我们说 正常应该是先下右上角 这个是比较有礼貌的下子 这盘棋呢 韩一周是下了自己的这个右下角 这盘棋应该是不知道是什么用意啊 有点体现他的个性嘛 对对对 本来是个约定熟成的下法 他现在是走的是一个比较罕见 然后下边他又是承担这个角 接下来黑棋是选择挂角 就硬 对 这个他没有选择拖线 对 白棋首先也可以拖线 黑棋当然也可以点33 这个下法都有 接下来黑棋是选择了一个点33 挂完再点33 应该说曾经也就流行过一段 但是后来好像 我印象中是当时是白棋是挡在这边 然后爬 然后是飞 当时是流行这一段是很流行 当时的下法拖是比较少见的 好像是走在这儿是比较多的 这个是在AI应该是17年18年的时候 比较流行的一个下法 就是刚刚出现AI的时候 对就是早期吧 可以说是早期 然后这个下法我看当时是特别流行 这个棋很多棋友一定要注意 这个棋是一定要吃在这儿的 看上去好像白棋可以长 长一个看上去是更好 好像更坚固嘛 上边和下边都吃了 对对对 而且这个吃的是不是效率更高 我完全吃在这儿 我长也能吃 我为什么不走在上面吃呢 但这个地方很多棋友要注意 这不是不是这个棋手或AI的失误啊 他是觉得吃在这儿更好 如果长的话呢 比如说黑棋飞出来 这样呢以后黑棋断呢 白棋依然是防不住这个端的 这样你如果打的话 和吃在这儿效果差不多 它长 但另外一点呢 现在如果说白棋走的话 反而没有什么好棋补了 哦明白 就是如果我现在比如说这样 但你这样下面它有漏 然后棺子呢 你也不便宜 对 所以它吃在这儿呢 是它一个很有用意的一手棋 这样呢 它再不在这里 这样相当于你断和它这个交换掉 它觉得配其亏损 所以这个地方稍微 咱们电视机前的棋友们 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为什么可以尝 它还是选择吃在这儿 这个地方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 下成这样的话 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段时间 当时呢 就是说这个地方白棋不能吃 大家有一段是觉得这个地方白 因为吃它可以马上跑 是觉得黑棋还不错 但后来就是这是 发现了可以飞 飞一个 这个是人工智能告诉我们的一手棋 可以飞 然后呢 后面呢 就是下成这样的话 是会觉得白棋配合更好 这样做成这样 曾经是流行过一段时间 没错 没错 您这一讲 大家就又想起那个时候 大家对这些一步一步挖掘 对 所以呢 当然现在呢 如果这么下的话 黑棋应该是会 这个棋形啊 应该大概会单拖 会走这个米式飞刀 如果现在还这么下 应该是会选择这个单拖 但这个单拖之后 就比较复杂了 后面我们应该也能 这盘棋会看到这个米式飞刀的出现 对 在这里的是 在这个局部呢 是下了比较简明的定时 对 他选的是挡在这边了 这盘棋是变相仪 也是有备而来啊 但是选择了飞 顶了挡了 飞一个现在是比较少见的 现在大多数都是走长 因为长的话 你让飞这样拖先 或者你跳 白棋也可以脱先 另外还有简明的下法 是搬了连搬 吃脚也是有的 现在下飞的人是偏少的 因为下飞的话 是怕他拖一个 这样你如果搬呢 他就要顶 要长 他冲断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 我们说的是一个 米式飞刀 非常非常复杂 这样呢 如果白棋不搬呢 你不选马上选择这个顶了 定型 定型的话 你这个地方呢 他也不好下 因为你这个棋 你不走呢 他以后黑棋是有可能会从这搬出来的 是 如果你长呢 那就没有意义了 对 就还原了 对 如果你还是退呢 这样黑棋也是不会挤了 那他应该是会搬啊 长啊 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棋呢 就是说 如果黑棋拖的话 白棋反而是有点 你要不敢最强硬的搬下来的话 是反而有点 有点难受的那种感觉 对 就好像有一下 就是如果不能搬 就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对 那就不如当时 简单退一个算了 当然这番棋 我想啊 边相翼 它是选择这个 飞下来的下法 我猜测 它应该是要准备搬的 这个一搬呢 之后的变化呢 就非常复杂 但是它既然这么下 我猜测它是要搬的 但是这番棋呢 寒意中呢 竟然是选择了一个顶了搬 顶了搬呢 应该说是一种 妥协的下法 作为白棋总好的 这样白棋以后 会有搬了 断这个的可能性 那就是黑棋 讲到简明的 把这过渡掉 对 就不要说 再出现太复杂的一个变化了 另外一个 这个就有的时候 我们说下棋 经常会想 就这个对击的心理 对手 明明我们这个平时下棋 他一般现在大家没有人走飞了 对 突然今天他给我下飞 那他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有很深的研究啊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说 如果两个人水平差不多的话 就比的是一种这种心态的交流 没错 这个时候应该说 航一舟啊 我觉得他这么下 他应该是 他是觉得对手有备而来 他不敢 他不敢去下 如果是一个训练棋 我猜他有可能就拖上去了 没错 所以这盘棋呢 应该说他还是选择了一个比较稳妥的下方 虽然说我们说这个地方稍微亏了一些 但是呢 这个亏的 这一点实在是很难用木数来衡量 只能说这个就稍微退让了一些 对 其实就是对局的一个心态 心理上啊 实际上你要说在棋盘上这一下能产生什么变数也都还说不上 是是是 但是他已经这盘棋 他已经从心态上已经稍微有一点退让了 这种感觉 那白棋现在是先手 白棋呢 是 现在点这个三三 对 这个棋 白棋也是下的很有力量啊 黑棋是选择挡这边 嗯 爬 爬 接下来黑棋 我觉得戏剧性的一幕就要出现了 对 黑棋也是选择飞 这个也是 这一飞呢 就是看看白棋有没有胆量拖这个啊 当然他也是希望你来领了领这个 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想法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变相应就像他之前飞这个的心态一样 对 他有所研究 对 有所研究 从这番棋来看他应该是有所研究啊 结果他拖上来了 对 这个对韩国洲来说是有一些 有点骑虎难下啊 这个地方人家飞的时候你没敢拖 然后你飞的时候对方又拖 这个 这个对他来说真的是有点骑虎难下的感觉 对 好像这已经没办法了 是 因为这个时候呢 你如果说再退让呢 那你当初还不如这个时候再就退一个啊 既然这么飞 那是没有办法了 那就来吧就是 双方就开始在这儿搬下来做站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走了一个著名的米式飞刀钉式 嗯 对 其实这盘棋也正好大家可以学习一下这个地方 对 白棋冲断 嗯 这个棋也就是说白黑棋啊 为什么能这么下呢 其实看上去黑棋的断点非常多 挺危险的 但黑棋为什么能这么下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白棋先扳了这一下 我们说如果没有这个扳的话 你直接顶白棋长 那这个少扳一下还是差别非常大 其实这样等于黑棋有点过分呢 对 这个因为你没有做这一下交换 但现在就说做了这一下交换 说黑棋可以这么下了 这就是一个细节的一个地方 所以很多棋友一定要注意 它为什么脱了黑棋斑 它顶它就能长了 就在于这里 对让你先损一下 对 这一下是一个 一下就变得非常复杂 白棋现在是长出来 嗯 这是必然 黑棋是压 这一手棋也是没有办法 这是肯定要走的 如果粘的话呢 这个压力太小了 所以它只能压 下一步白棋扳 嗯 这也是 必然的一手 白棋不走这儿是也没棋下了 嗯 接下来黑棋的选择呢 应该是正常是两个下法 嗯 嗯 一个是粘一个 哦 粘上 比较简明了 对 这是一个比较简明的一个定型 那接下来应该黑棋会从这边吃 嗯 嗯 之后好像下法是什么有又压的又飞的 这个下法好像比较常见 是 嗯 这样很白棋是会飞这个 飞一个 嗯 这个应该说是还是比较常见的一个下法 嗯 另外一个这盘棋的话 好像也是黑棋这么选择的人会偏多一些 嗯 我印象中黑棋会选择这样的偏多 它反正有挂了 对 做了交换 嗯 另外这边也是黑子 这边也可以有接应 比如说我们现在猜回来啊 这样也跟这边有接应 那边有个挂 也有个接应 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棋型是黑棋会这么选择的人会偏多一些 但是韩益州呢 他这番棋他是选择了另外一个更加复杂的下法 对 这个地方 嗯 我相信这个爱好者朋友们可能会比较觉得挺有意思的 这个今天学招了 嗯 说不定以后能避开别人的飞刀 对 嗯 总之这个米式飞刀下到这个时候呢 前面几步都是必然的 接下来黑棋粘和这个斑呢是两个选择 嗯 像应该说我们棋友们如果说要 也是要学习人工智能的这个下法的话 就这两个下法要稍微熟悉一些 嗯 这很关键 对 接下来这个斑是比较复杂的下法 然后白棋糊 白棋必须得糊 是 糊一个也是最强硬的下法 嗯 黑棋它是糊进来了 对 它先糊一个 粘上 粘上 嗯 然后糊这个 然后 搬 搬住 嗯 先吃了一下 这是吃是白棋必须得粘的 搬 嗯 粘上 嗯 其实好像有点像一本道 就是大家现在对这儿的这个认识 对 应该说下到现在来说是没有什么变化 嗯 应该说双方就是一搬之后 白棋下到现在是没什么变化的 接下来黑棋拖 盐气 嗯 这也是 也是必然的一手 嗯 白棋呢也是没有什么办法 嗯 白棋它是搬这里了 嗯 那周老师问一个问题是我如果 挖一个 觉得 对啊 你这有一个 挖的话 对 漏洞我能不能挖呢 挖的话 挖的话应该黑棋只能尝出去了 这样 嗯 因为如果你吃的话 它应该是会打了 跟你打结 嗯 那我们说初棋应该是没有结的 嗯 应该是会长入 这样就是会会形成转换 我要收气 对 收气 我贴 哦 那我也不好动 对 你应该只能收气了 这时候 是 你只能收气 嗯 这样它吃 应该这样是一个转换 哦 这样子 对 这样黑棋不知道要不要沾一个 如果你力量大的话 也应该是可以不沾的 嗯 那我们看看这样的话 对 这样应该是一个转换 看上去白棋 也是提了好多字啊 但是其实呢 白棋这里头也 也子力也挺多的 嗯 这个呢 应该说是 黑棋取外事 白棋取地 应该是吓得人很少 我猜测应该是大家是觉得经过研究 还是觉得白棋实地上 啊 满意 不是黑棋满 就是白棋实地没有那么满意 对对 就是黑棋还是可以把这个放弃给它 对对对 接下来就是下一步倒是黑棋 不知道是不是要沾啊 还是要走走这个地方 这个这个地方就要根据起风了 如果你力量大的话 我看你可以撑一手 如果你要觉得力量小 你就补一个 嗯 我觉得大概可以抢一手 啊 是这样 那看来在这个地方双方 就是比如这样一挖 就是白棋取地 嗯 而实战白棋一般的外边 恰恰就变成白棋取到式了 嗯 对 那白棋搬的话 就是你黑棋沾 黑棋的气就马上变长了 嗯 所以白棋 黑棋也没有办法了 如果你挖的话 你要打 那马上就形成了打结 那你初棋无结 你也 这个 这个黑棋是不行的 嗯 所以这个呢 就是作为黑棋来说呢 是把这个选择权是交给了白棋 看你白棋来选择 嗯 当然我们说这两个下法 你气友们要知道 嗯 然后它斑 斑 嗯 斩上 嗯 断一断 断一个呢 它是要补这个断点 嗯 这个 这个如果不走 你现在活棋的话 黑棋就断出来了 对吧 对 这一断不行 所以它现在断 所以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环环相扣啊 你你错一下就就 对 就不好办了 就踩不到点上了 对对对 现在黑棋呢 也是不能再继续走了 如果你要是继续走的话 它这样再一做活 你这就断不上来了 嗯 生死就有问题 对 当然黑棋是点进来啊 嗯 一般以前我们会觉得 这个棋呢 会觉得 嗯 会觉得这个被打拔一下 是有点接受不了的 对 中央拔花了 对 但是现在呢 它就是让它 它就是 这个地方双方也是 这种棋形也是出现挺多的 嗯 加一下 加一个是个关键点 是要让它立一下 然后再再来斑死 对 收棋 嗯 以前总体来说 会觉得白棋这个拔花很厉害 但是后来下下的 大家也觉得 人工智能说 也可以下 然后 然后也 也就大家觉得 这拔花也没那么厉害了 嗯 另外这个脚上一般的 这个棋 白棋是死棋 哦 那我们看看它是怎么样 我如果 嗯 它沾上 我如果 喉 喉 我就沾上 这就是下一个最本分的啊 你就呼 我提掉了 哦 这个时候您就不用去考虑演了 是吧 我现在就是 如果双活的话 那黑棋就完了 这棋 如果我要这个地方吃不掉你的话 相当于你外面还拔了朵花 我还怎么看 是 这样我也不用走什么巧妙的 我就挤你的工气就行了 你挤我这样 黑棋明显快一气 嗯 另外黑棋呢 有一个好处啊 这外面 跟这外面棋没关系 嗯 有的时候我们说要利用这个外面的 是不是黑棋要吃这个 还得利用 送一个子啊 嗯 这个盘是不需要的 所以他为什么要先加这一下 很关键 对 如果是 比如被对方搬到的话 嗯 这个就永远走不着了 对 你相当于这家和他这个 他走的一路这比差很多 对 所以这个棋型呢 棋友们一定要记住 要加这一下 这也是一个 一个关键点 如果没加水然后睡一下 这个棋是 黑棋是不能接受的 对 那差挺多的 对 所以这个地方是没有问题的 嗯 近死拉白的 近死 但是呢 要注意一点 这个黑棋的气很紧 你看这个一挡你得沾 这个棋其实是非常紧的 嗯 另外这个节材也是白棋 是非常多的 对 都命令型 嗯 是 所以这个棋 嗯 我个人觉得啊 这个我也是不太推荐棋友们 去下这个定式 另外一个我 你要下呢 我觉得我还是推荐你下白棋 哦 下白方 对 白棋更厚一些 嗯 另外黑棋都得必须吃得刚刚好才行 对 你要没吃个刚刚好啊 你要是没吃到它 那你这棋马上就就坏了 没错 嗯 然后这一盘棋 总之 反正我要推荐棋友们下 我还是推荐你下白棋 但白棋有一个问题 就是要注意这块棋的这个死活 嗯 这个地方会稍微要注意一些 就是说这个棋如果以后呢 我看过几盘人工智能棋 就下了下了这块棋 把这个花花给弓起来了 对 就变成不活的棋 对对对对 是有一定可能性的 就是说它为什么加这一下很关键 就是后面很多人 你就看上去是很厚 你说不走了 比如说我走外面 然后结果那个人工智能 就这么尖一个跳一个 嗯 然后就慢慢慢慢的最后是这块棋 最后 对要去忙活了 对对对对 是最后 如果你说你一个拔花被别人拱起来 那这个棋效率真的是有点低了 没错 嗯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会说 什么叫后视啊 嗯 我们 有的棋友会说 这个拔花就叫后视了 但我刚才 跟很多电视机前的这个棋友们说 这个拔花不叫后视 真正的后视一定是要有两个眼 对 你要有两个 铁活 对 而且要有两个真眼 你也有一个假眼也不行 两个真眼才叫后视 没错 嗯 这种棋 你被它拱起来 这个不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 嗯 嗯 这里没有打 没有打掉 这是白棋的 白棋还可以保留一下 嗯 接下来白棋是 白棋是做这个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 它有可能必须得在这个地方 形成一定的根据地 对 它这个地方至少你要 要 要注意这块棋 别被它拱起来 这种可能性 嗯 当然这番棋 白棋打路进来 也是 也是 一个明显的好点嘛 因为这个棋 嗯 一打进来 它把它两边分开 我还能利用这个后视 总是好的 嗯 嗯 所以这个打路呢 应该是问 应该是一个好点 一起靠 嗯 它是先煎掉了 它是把这个煎掉了 对 这是它全力 嗯 但是这个煎 说实在 我是觉得下的是 有点 怎么说呢 有点过于简单了 哦 您还想再利用它这儿的 其他的味道 对 就因为这个煎 首先你这个煎 还有可能是先手 咱不说长 煎这个是有可能先手 对 另外你煎一个 我们再说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想法 你这有可能还亏一木齐啊 啊 如果这死了 对 全死的话 你不如明显亏一木齐了 所以这个煎 嗯 我觉得没有必要 它要走应该是 直接靠就完了 直接靠 也能靠到吧 能靠到 这个就你退 这个我也得站 嗯 这是肯定是可以走到的 你以后就算搬 也是能搬的 因为你再不走 因为以后 这地方还是有煎 对 哎 那还真是我 怎么硬啊 现在 嗯 但它唯一担心 是有可能怕 走不着了 就是说白旗不走了 哦 未来的时候 对 也有可能 它现在是有这个担心 它就说怕走不着了 就你再煎呢 我就管出来了 对 我不要那俩了 对 它是有这个担心 嗯 但你不能说这俩小啊 嗯 但它是确实有这个担心 就是它还是想比较 就是就像您说的 就简明一点 简单 对 它是想下的更加 它就说这个地方不差这一木齐 我也不在乎这一点 嗯 对 这个是必然 嗯 再烤 那就是其实后面的下法也都差不多了 对 现在它是压退 嗯 这也算是一个整形吧 嗯 嗯 现在白旗有一个好处 哎 见见这块旗 我们说它在死活是不用担心了 对 接下来黑旗应该怎么下呢 黑旗它实战是斑了 其实我们可以让大家在这个地方来 就像刚才赵二宁给大家说的思考一下 这接下来白旗该怎么样子应对了 对 黑旗怎样在这个地方借点劲 嗯 大家可以思索一下 那么我们稍事休息 一会儿回来 欢迎大家回来 那么我们刚才呢给大家留下了一点小小的悬念 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一下嗯 这个旗 黑旗搬过来之后呢 它还是还是瞄着这地方白旗的落点 嗯 白旗呢还是继续走了嗯 搬出来 它断断 正好是它的一个既定的目标 对白旗是吃住嗯 这个地方白旗能吃在这里是比较舒服的 嗯 应该说因为黑这个这个立下来啊 这个有个硬腿还是很关键 嗯 就是我在这儿是没法跟您杀气是吧 没法杀气的对 你现在如果我双它就挡嘛 你这个其实 这时候我是先搬一个 你是没有用的 你走我一冲回来 嗯 我其实最普通下你也不行 对 因为我们说这个地方它是硬腿 对 这很关键 你是放不进来的 如果没这个呢 黑旗就从后面打死了 嗯 有这个你打我就粘回去了 所以有一个硬有个一路立硬腿的话 往往会多一气嗯 嗯 所以现在白旗能吃在这儿是比较满腻 嗯 这样呢算是黑旗呢也算是 气子整形啊还是气了点还是整了一些情 因为它现在下一步这个团是先手 嗯 这个我得硬一下 这个打一下 这时候我就不能脱线了 对 白旗是补在这儿 也是下的是最好的一个补齐方法 嗯 如果说你说我只是简单冲一个 试能补 嗯 但是这个地方你差了一个虎 嗯 木也差了 嗯 木差一点还好 但是主要是差眼型了 这个地方对黑旗来说以后有可能搬了虎啊 这些地方眼型还是多很多 嗯 另外你立的话以后这个地方白旗虎 你挡这个地方已经是不用补了 对就算做他的了 对 所以说它这补在这儿还是下的非常好的一手气 嗯 那么到这个时候黑旗这个 赵尔您说该怎么理解这几个字啊 它是算厚啊还是算薄呀 首先这几个字肯定不能算厚是 嗯 应该说算 现在说应该肯定是算薄齐 嗯 就是说后世是肯定不是 嗯 嗯 算姑齐 但是不是属于那种特别特别的 特别薄的 特别特别薄的那种姑齐 嗯 算姑齐 嗯 就是还是要想办法去处理一下 对 争取能够就地做活 对 现在就是说你是可以脱先 脱先呢 不会死 但是会比较苦 所以说是下面黑旗也确实是要往这脚上脱了 嗯 翻 嗯 这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定型的方法 嗯 白旗是立了一个 绿 绿个也是现在是非常流行的一个下方 嗯 以前我们这种利啊 包括 这利还有虎 这个以前我们都说这个 如果谁这么下了 肯定会说他不会下 下棋 哈哈哈 但是 自从这个 AR出现之后 这两步棋是 基本上 是成他们首选了 我看 嗯 以前都是要不打了沾 要不就是沾这 嗯 比较多 是 现在是不是立就是虎 嗯 这盘棋呢 它是这个 变相一式选择立一个 对 嗯 应该说也是不错的一个 现在 这盘棋只好立一个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嗯 因为现在呢 首先呢 这盘棋 白棋的结材是非常有利的 嗯 因为这个地方有无数个结材 结库 有个结库 所以首先你是不怕 他虎了 跟你做结的 啊 这个如果这样打结 你是不怕的 这个你有无数个结 嗯 白棋是绝对能打赢的 嗯 嗯 所以他不能 他如果沾上呢 他这样呢 他在 他吃这个 嗯 这样呢 嗯 黑棋的眼型也不是那么丰富 嗯 然后脚呢 算是 算白棋打掉了 这样你吃的话 白棋应该就 算是家传就行了 总之呢 这个棋型呢 人工只能告诉我们 不用怕 可以这么下 白棋 嗯 所以虎的话 是打结不能打 是有点难受 嗯 我觉得黑的 是不是如果局部要走 是不是虎呀 那虎的话 那白棋再长 要比打了沾要强 嗯 一个是 这个打一下呢 是插了一口气 另外一个 以后会跟这个拐的时候 这关子也会插 插一些 嗯 是 所以说如果你不能虎 那白棋这个力就变成 就要比那个 你我们说的打了沾 这个棋要好了 所以这个棋呢 这番棋它立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 比较不错的 啊 是 这看起来挺不错 这首棋 嗯 当然这个棋就是要 要担心黑棋虎了 做结的可能性 嗯 当然这番棋呢 是不存在 这个可能性 所以白棋现在立一个 我认为现在是一个 不错的这首棋 对 然后黑棋就没有在这个局部继续了 嗯 是尖冲 尖冲 好像也很灵活的样子 很灵活 这部棋也是我认为也是不错的一首棋 就是这个地方 如果你一定要一门心思往这下呢 其实是有点僵硬的 嗯 这个时候你有这个虎的可能性 然后这个你有虎这个可能性 所以你这个时候可以再清领一些 是挺挺好的一个选择 对 其实黑棋也并不会说怕死掉 嗯 对 这块棋应该说不能说是后势啊 但是 嗯 但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它是一块姑棋 但是你不能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饱的姑息 还是有一定弹性的姑息 是是 所以这个时候呢 怎么把握这个度是这个棋型的一个难点 嗯 我认为它现在这个尖冲就属于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 一个下法 嗯 对 很灵活 就看你怎么走 对 太挑了一个 嗯 白棋呢 也是 应该说是也没有什么太好办法 对 它是逼在这里 逼在这 嗯 因为它现在不走的话 黑棋马上要这个打出来了 这个对白棋来说也是有一定危险 嗯 这个本身也是很大的手棋 接下来黑棋 它是守了个脚啊 它是 它是补了 它是补了 它是补在这儿的 哦 就虎了一个 虎了一个 这部棋我认为是一部 本局的一个关键点 是一个换手 嗯 这部棋看上去是 没什么问题啊 但是其实有点缓 这棋 嗯 因为这个棋啊 就我们刚才说的 它也不能算后势 但是也不能 就是说也没有说那么薄 对 就是白棋要想吃它也挺费劲的 对 吃现在肯定是谈不上 就是说你想把我攻得很苦 你是挺费劲的 嗯 所以现在黑棋啊 没有必要要补一个 我觉得黑棋现在当务之急 应该把这个打了力 哦 这手棋很大 这个打完力是这个点脚之后相关联的一部棋 在这个地方 起我们要喜欢点脚的话 你这个之后这个下法 你要记住 这一打一力是非常大的一手棋 黑棋 黑棋现在抢这手棋 完全没有问题 我认为 就是在这花一手棋 特别值得 对 就你相当于现在 这部棋 虎呢 是防守 补了一手 我们现在 我的意思就不要补这手棋 要抢个大场 尤其这个打了力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场 那么他会担心白棋 比如说怎么攻击 但他就是会觉得 会觉得有点薄 但是其实你还有这种虎的可能性 你这样到时候 你再慢慢处理就完了 反过来你说白棋如果吃 我甚至都不用粘了 就直接跑都可以 所以我这个地方是不着急的 是 其实这样看也确实 先抢一手 给对手的压力大一点 对 他应该抢这手棋 我认为 实战呢 这部棋是 我觉得是不着急的 他有点缓了 因为白棋肯定不会长了 白棋 对 白棋不会长了 长的话 至少现实战时 白棋是不用长的 白棋没有说一定要 还要继续攻击 你一花了一手棋 他觉得可以接受了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这时候白棋是 白棋是斑 对 斑了一个 他是斑这个 这样他就先手定这个行 就如果你是这个的话 他就 断 断 对 他还是会断 断 怕我吃吗 吃我就还是选择 走在这边 这也多个紫海 总之他这手棋肯定是大的 你就把这手棋给你抢了 黑棋当然可以继续走 但是他实在是没有走 他是选择了个比较清零的下方 对 他是飞了 飞了一个 他连斑了 把这个给吃了 把这个吃了 这个连斑也是下得非常的厚实 我觉得他们都还现在的年轻小都很实惠 就是喜欢这些实际的 对 这种棋呢 就是白棋呢 下得很厚实 如果木树上只要能接近的话 这种棋往往是白棋 是非常非常有利的一方 因为它是棋后啊 我后面有掌木的地方会很多 像这种棋 就是说如果黑棋实地上不能好 白棋盘面十木的话 你这个棋下到后面就非常难下了 如果你说我刚好 你不贴木是七木半 我现在刚好好个八木或九木 你这个棋下到下后面 你这个地方就慢慢慢慢 总是那个木树啊 你就围的就没有白棋多 所以这种棋就是后的一方呢 是后半盘越来越好下 越来越好下的 对 就在于这样 接下来黑棋实 接下来他又守了一个 又守了一个 这也是地方 好像重心是倾向于上边的 对 它是确实这个不走 白棋就开始破这个一漏 这黑棋这块地是围不起来的 长了 现在长了 因为它走厚了 它现在这边很厚 它现在开始慢慢发力 坐在这里 这个交换应该是大致两分 白棋是坚冲 开始倾向黑棋 现在的棋手是非常喜欢坚冲的 对 过去都觉得损 是是是 现在大家都是很喜欢坚冲 黑棋这贴 然后它点 点这个 对 那这个实际上是虚晃一腔吗 就是看看你怎么硬 有可能 因为现在大家就是点一下 反正坚冲一下是觉得没什么问题 反正坚冲一下 黑棋一贴之后白棋就这个 这样呢 黑棋 正常应该黑棋是要靠的 这一棋 但是它这个 就是这个时候 由于这白棋太厚了 所以它不能贴 对 贴这边 不是说不能贴 你贴这边没有意思 对 比如说你贴 我就往这跳一跳 我让你往那边跳 我往这边走就行了 你不要让你这么跳 我这样 我再跳这边 我走在这边 让你往那边后视感 那么厚 你就这个头现在不要出 您就觉得就低 对 但这样呢 它有可能会觉得 这白棋顺着斑 它在这籽会起到一点效果 这当然是我的猜测 是有可能 周老师 它一般都是喜欢连斑 对 那就有点用 有点用 所以黑棋呢 实际上是下了一个 它是脱鲜 脱鲜了 这也是非常有 看上去很火爆的一首棋 对 就是置之不理 对你刚才那首 是 但是需要勇气的一首戏 因为白棋是点在黑棋的 这个眼形上 按理说你本来就应该 怎么灵活腾挪一下 结果你还能脱鲜 这个对白棋是一个挑战 白棋实在是挡 挡下去 那就是这儿必须得出头了 对 应该说黑棋这个下法 有点生硬 就是正常来说 这个下法 就是这边也抢完之后 人家挡下去 还要再继续强硬的作战 感觉上是有点勉强的 因为这地方白棋确实太厚了 就是其实不太可能说 这又让你得了 这又让你跑了 很舒服的话 但是白棋是接劲 搬一个 长 白棋是挡下来 好 贴一个 贴一个 白棋实在是跳了一下 嗯 跳一个 形状上是不错 但这个地方白棋可以考虑先搬掉 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下的稍微细腻一些 搬完再挑 哦 这样呢 因为这个角呢 黑棋毕竟下那么多手棋了 应该是不会再想着做活了 对 如果还想着活的话 就不给对方这个活路了 所以从事后角度这样 它一搬掉的话 会起到一个好的效果 这样呢 我们先看实战的下方 实战它这样一搬 一挡 一打吃 一打吃 算算 其实您说的就是这个地方的区别 如果我要能搬着的话 你现在我一打 你是吃 我就可以提在这儿了 你应该是这样你提 我这样 黑棋比如说白棋并出来 或者跳出来 对 都没问题 对 所以它先搬 因为这搬完呢 你提的话 没关系 我本来也不是要活你的脚 对 但是看清了 对 实战这样被黑棋先打着了 这个稍微 刺取上是稍微有点难受 主要是被搂住了 白棋顶掉 当然白棋应该说 韩国棋手对实力很敏感 其实下到这样 其实白棋的实力 还是非常可观的 毕竟是咱里的实力范围 所以我们初初一看 这三木棋四五六七木棋 对 已经全变成白棋的木树了 对 就是从一个尖冲开始 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 实力上 其实黑棋并没有做到什么木 黑棋是围了吧 围了 它要扩张这个 白棋是倾销 对 它就 这挺凶的 对 上来盖 看这个是黑棋也是没有办法 白棋是顶 这个 走 走 走 吃 吃 因为这个地方 其实黑棋作战是非常凶险的 正常它应该是围下面 但它应该是木树上觉得不太乐观 要走得凶悍一些 但这个地方白棋是有杀手的 提 铺一个 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材 哦 这个是命令型 提 再提 这就是被打成了一个大包 对 现在被人打了 这时候白棋冷静的一吃 黑棋是遇到麻烦了 这个棋现在 黑棋正常是要粘住的 要杀这边的 让我白棋一打 我等于没意义 我得粘 粘 我再一搬 这个棋呢 黑棋是已经气太紧了 黑棋现在只能应该是正常只能吃这个 对 得卖在一起 对 这样白棋就一提 这就不可能吃掉白棋了 这个就黑棋就已经稀里哗啦了 不懂得说 所以现在白棋一吃的时候 黑棋这个由于气紧 是非常非常不好办的 那这样说的话 他可能忽略了这个地方 有可能 对 其实现在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我猜测它是忽略在这儿了 它实际只能吃 正常的白棋只能提 它挡 这样里头呢 应该是 应该是一个白棋会有个打结 打结双国 或者打结吃黑棋的可能性 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变相依下了一个 应该这番棋最漂亮的一首棋 点在这儿 这个是一部杀招 这一招棋 大家可以学习到了 这个棋你沾它这一吃 你就马上就产生了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可以这么说 那如果我只能 比如说团的 团的话 我这样一提 你再吃 那就相当于以后你提 看成这样了 对 打二环一 打二环一 就可以相当于我提 你没有唬住 你是团在这儿 相当于是白棋 白便宜了一口气 就便宜口气之后 黑白棋这一管 应该是把黑棋吃掉了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 应该说这部点 也许是这个 韩益州这个 我们这个小将 勿算的一个地方 所以现在它应该是 遇到了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那它也这个 就相当于这么难的地方 咬牙粘住了 咬牙粘住了 这样就马上形成了一个 这个应该说 这个截对黑棋来说 实在是 我们说这个 这个截对黑棋来说 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如果这一坨被别人提前 这个应该是 我觉得碰到任何棋手 它应该就赢不了了 是啊 现在这个棋 我们大家都替它捏着一把汗 这个太紧张了 现在白棋是简单的找结 它已经不能硬了吧 黑棋看不能硬了 吃 走 吃掉 这样一来呢 这个棋呢 应该算是一种转换 正常的角度 我们说是一种转换 但是应该这个转换是不成比例的 对 白棋是把这块全吃了 这个角度 本身是黑棋吃白棋 现在白棋把黑棋吃了 对 还没收气了 对 另外这个地方提还是先手 所以黑棋只是围了这一块 这个比例真的 这个比例真的是 不能成一个转换 可以这么说 是 这里面可能还有点味道 对 这个味道就算了 但是就说这个 这个算黑的 黑的应该受不了 我猜测他应该是 没有看见对 没有看见对方的点 那这一个战役 可能就损失惨重了 是 接下来这个 现在黑棋呢 是属于绝对的 劣势当中 只能那个 寄希望于这个 别的地方获得利益 白棋是走得很厚实 开始作活了 管一个 对 这个棋啊 这黑棋确实太困难了 因为白棋啊 太厚了 这个棋 我们就说这种棋 你想拼命都找不着地方 对 现在就是扩张 扩张 白棋下得很稳健 会在这 这个是先生 对 长 这 顺着为 他是low low 这low一个也是 比拼得比较凶的下法 正常应该就是 飞一飞 扳一扳 他要走在这 白棋扳到底下 白棋 白棋把这个扳掉了 白棋也是走得非常的简明啊 对 白棋把这个 等于告诉你 我对这儿没想法了 对 然后飞的 这个黑棋本身 这个二路low啊 卖的步子 其实是有点过于大 对 他也属于没办法的一个选择 对 因为这个地方 其实白棋很厚 这个顶了几 都是白棋的先手 这个地方又是一道铁壁 这个地方说实在黑棋 是完全没有空间的 可以这么说 一旦被白棋分断 那黑棋 那个二路路 二路的这个子就死掉了 可以这么说 但是他现在是拼命了 拼了 搬 搬 白棋走得挺解明的 白棋是下了一个最稳妥的下巴 但这个棋是下得过不稳的 对 因为这个棋呢 正常来说 这个棋 黑棋班啊 对这边影响不大 但是他应该是虎一个是先手 可以看成这样 虎一个是先手 就这样 但如果我们说 这边都是先手的话 其实白棋现在挡下去 黑棋完全没有什么用处 你一敢靠 我就冲嘛 我就给你冲出来就完了 对 你自己也不够 其实他现在就是 白棋就这么盯一个 我看黑棋也是没有任何办法 逃不了 对 但是他下了一个最稳健的一个下巴 他是顶了一个 对 只有大家可以看到这盘棋 最后这个过程当中啊 非常的稳健 对 走 这个边向一真的是下得非常稳健 这个棋 另外一个也能看出韩国棋手 对我们中国的维甲联赛 是非常重视的 他因为这个棋 如果能获胜的话 他应该是有丰厚的这个奖金 所以他下得非常稳健 对 他要牢牢地把这部盘棋给赢了 对 像这样跳 他已经就 对 表示出了他的这种姿态了 对 是 黑棋在这儿交换两个 好像这个 黑棋现在还是希望能围出点木树 其实白棋已经就比较简单的收束了 白棋也就没什么了 对 白棋应该是已经属于按我们说法 就迎棋不到事了 下得非常稳健 这个可以看出来就是没有断点的地方 他也补了 应该说这个棋呢 黑棋大势一去 应该这盘棋 我觉得白棋的胜招主要是这个点 应该说 一路的这招可以制胜的一招 对 这个点呢 应该说没有那么难 但是呢应该航行之后呢 应该是没有看见我猜测 如果说这个地方是个打劫吃的话 有可能是一盘好胜负 但是最后呢变成白棋净吃了 这相当于是 虽然是个打劫 但是相当于是一个净吃 把这个棋直接给提起来了 所以这个棋黑棋损失实在太惨重了 这也当然也就没什么机会了 对 就是那个地方一下完全后面的 已经有点徒劳了 对 就是说再怎么顽抗 但是对手也走得特别的 这个磐石一般的坚硬 是 就没有给他机会 这盘棋也是能看出来 韩映州这个小将 其实他我觉得处于这种冲击的 但是这盘棋最终呢 是变相已获胜了 那么这盘棋呢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